在我們節目當中 經常跟大家分享一些 成功的人的一個成功的經驗 以及成功的法則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位 成功的人是曹欣平 我沒有成功... 我沒有成功 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你很心虛是不是 不會 你很成功 你看有誰 演藝圈有誰跟你一樣 你看 56歲了 然後重新回國演藝圈 還能夠大紅特紅的 我不敢說 只是說老天爺大概比較疼我 他大概都覺得我前面的路 走得太苦了 太辛酸 我覺得我陪我爸爸這九年 就讓我的重度憂鬱跟躁鬱 都非常嚴重 因為照顧九年 我相信如果有照顧老人家的人 他都知道那種進出醫院 還有爸爸從抗戰講到現在 然後再講到兒子之間的 對他的這種態度什麼 那個我們在旁邊 每天聽的人會 你常常那個心理 然後還要背負著三個房貸的話 那每個月十四萬九 不是跟你開玩笑的耶 憲平你有一段時間 是消失在那個螢光幕前 那一段時間都在陪爸爸是不是 對 陪爸爸玩 爸爸安息以後 我就搬去泰國住了 就爸爸往生以後 我就搬去泰國了 那可以享受退休的生活啊 很棒啊 幹嘛又回來 沒有...我回來的原因是 你就缺錢了是不是 沒有 不是 沒有缺錢 沒有... 其實有一天我在泰國 我發現我胖到108公斤 然後有一天我覺得 結果我呼吸上不來 我差一點點走掉 然後我在那個房子裡面 我想說等你們發現的話 我在30樓 我想也沒人知道我住在裡面 對 那等我發現的時候 或者是大使館來認識的時候 才知道說 那是台灣知名義人曹熙平 他死在30樓 就頂多這樣子嘛 就跟大家不曉得鄧立軍那麼紅 他在親密往生的時候 那個把他這樣丟來丟去 大家都不曉得說 他是國寶耶 你把他拿那個布這樣丟來丟去 才發現說 那是鄧立軍耶 就是我就想到這個我想說 那我應該是不是適度要搬回台灣 然後重新回到演藝圈 所以搬回台灣以後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多退休的生活 為什麼那時候 又重新回到演藝圈 而且你知道嗎 重新回到演藝圈的時候 沒有想到 你知道有時候會有四代的隔閡 你知道嗎 曹熙平現在的話 他主持那個什麼 背包見客的話 而且是不惜犧牲色相 我應該這樣子講 我什麼都做 然後我心裡在泰國之後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如果沒有受到我的體重的話 我不想回來 然後第二 我回來我一定要好好教訓 演藝圈現在這些醜八怪 對不對 然後我也告訴你說 我們是三家電視台出來 然後你不要告訴我 一句話惹惱我 什麼叫老藝人 這就是一句話惹惱我 對不起 我沒有這個意思 沒有...很多人都叫 你們老藝人啊 你們老屁股啊 你們這些老妖怪啊 你聽了覺得很刺 那你怎麼不說謝謝你 你這三十幾年帶給我們演藝圈 這麼大的歡樂 對 沒有想這個 然後每個人這樣 現在手機有放 我們以前是沒電腦嘛 那現在網友更毒啦 笑人家 你們醫老賣老 不要臉啊 那麼老了還出來什麼... 你有什麼了不起 你罵人家幹什麼... 我就想說 我就發明了一句台詞 所以現在連憲哥他們都很愛講 你不喜歡看到我 我更才會看到你臭八怪 對不對 其實熙平會受到大家 重新回過... 回來這個演藝圈裡面 盛美他會受到大家的喜歡 其實最主要有一個原因 他喜歡講真話 對 然後他的言語 他的所有的這個流行度來講的話 根本不會被時代給淘汰掉 所以他即便主持了這個節目 另外他也上了各大的一個 綜藝節目的話 他都很賣力的在演出 對 而且熙平哥經歷過我們演藝圈 最好的時代 為什麼 你看 今年56歲 看不出來 48年是 我承認了48年是 好 你知道在1982年的 《野性的青春》 除了這個歌之外 當年有一個很棒的導演 他的戲我都喜歡看 徐靖良導演 他當時拍了一個電影 叫《野性的青春》 那1982年的時候 其實熙平哥已經是偶像歌手了 你知道當年他有一個封號嗎 叫台灣的《西城秀樹》 因為他在1983年出了這個 《熱情的姑娘》那首歌的時候 賣破一百萬張 清雪 你知道一百萬張的概念嗎 這是很難的 現在的歌手 專輯一萬張就慶功了 對 當年是一百萬張 你知道一百萬張的概念 你知道那個概念 你知道嗎 跟那個江蕙一樣 就是你在那個小巨蛋那邊 你可能要開好幾場的演唱會 小巨蛋一場的話 兩不起一萬多人對不對 對 他可能要開多少場 一百場 一百場 一百場的演唱會 以前的話是靠唱片 現在就是看你的流量的話 就是看你演唱會的人 賣的演唱會的門票 所以他要開一百場的演唱會 好 我們來講他當年打破多少紀錄 包括1982年的時候 他是以偶像歌手的身分 參與演出電影 所以就是偶像歌手兼電影的演員 當年他就已經是第一個了 第二個 他又是劉文正的接班人 再來1989年 我們大家最了解 《來電50》 各位記得嗎 頭透半片 交友節目每個禮拜天 好 再來一個概念 你知道他那個 他這一個一定要講一下 再來一個概念 他這個其實就是始祖了 你看現在很多中國大陸的那些什麼 交友節目 交友節目其實都copy這邊了 《飛城勿擾》 《飛城勿擾》什麼的 全部都copy這邊了 對不對 那時候的話主事業在這邊 進學 收視率多少你知道嗎 多少 40 我要跟你講這個概念 收視率40又是什麼樣的概念 現在收視率如果3到4都要放鞭炮了 而且那時候很 那時候很流行講那個流行說 《來不來電》 《來電》 《來電》 而且當年就有四大天王主持的 西品哥 《飛翔》 對不對 對 沒錯 楊帆 包偉銘 對 這四個人多帥啊 可是後來我記得 對 剩下你跟包偉銘吧 是不是 後面的話剩下 對 西品跟那個包偉銘 是 那《來電50》呢剛剛其實 楊帆都被你踢掉了 沒有 我哪有亂講 把他擠掉了 楊帆大概要帶小孩比較忙 當年創造了很多耳熟能詳的歌 剛剛西品哥只要輕輕一哼 在座所有人都抓狂了 有 我小時候都有 那我看 你們還要講 我看一下 熱情的姑娘 逢似千萬樣 小小花茅喵 記不記得 我記得 那個不是我年代 這是西城秀書 當年在日本 你有那麼年輕嗎 有那麼年輕 這裡年紀最小的是慶學嗎 是 你是看《飛翔物》 然後我們看的是來電50啦 正美 如果這樣子看的話 然後那個西品那時候 當年的時候 對 應該收入普通的 每個月 來 再來一個概念 我今天給了你兩個概念 對不對 每個月收入300萬 1989年 一個月300萬 一個月300萬 現在很多人都沒有辦法 來 你換算一下 1989年的300萬 現在是多少錢 有差不多1000萬 你那時候整個日進抖金 那時候我買光復蘭露 是6萬多左右 你看 他月收入300 就是現在在蓋的大巨蛋 大巨蛋的旁邊 你那時候那個300萬 每個月的300萬 你是怎麼樣處理的 我大部分都是請媽媽處理的 所以你沒有錢的概念 那是我們年輕嘛 剛剛20出頭 你怎麼會去管這些帳 那麼不懂的 那媽媽就是你的經濟 沒有 我就寄給他寄給他 那很棒啊 對 很孝順 所以他才有第一筆的這個房地 我媽只跟我講說 我40歲那一年我就可以 40歲以前就可以退休了 他說美國也幫你投資了 大陸也有啊 然後你就40歲以前 你就不要藏了 一個月三百萬喔 一年多多 三千六百萬耶 那後來呢 那後來 你應該最起碼賺了大概有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開銷也很大 因為你張主秀的話 你包括你自己的服裝 還有包括六個舞蹈員 你那個衣服 開銷其實也滿大的 你那時候的賺法 跟現在的賺法呢 現在賺法是很辛苦啊 因為現在你看 秀場幾乎沒有了嘛 晚會又很少 那只有靠電視 那現在電視是 你知道那個跟以前 不一樣 對 以前有一個是一樣的 1350是永遠都是1350 只要你打歌打片 都是1350 這個是 都沒有長 都沒有長過啊 跟我那時候民國70年 71年 拿了1350 只要你是宣傳 這沒長耶 對 都沒長過啊 沒有 例如說是宣傳唱片 宣傳新書 或是說宣傳電影 永遠都是1350 那五月天三個來 他也是1350 初一五 那一個人多少 其實那時候賺錢真的很容易 但是很辛苦 那時候買到停車位才30萬耶 很辛苦賺了那個錢以後 說實在的 如果沒有好好妥善運用的話 後來還是負債的人生 就是我啊 就是我啊 你現在還有負債嗎 有 怎麼沒有 現在還是有 那如果你買房子 你買車子 不是在房帶車帶 不是怎麼樣 都是在帶啊 是耶 所以還是要很努力的過人生 因為我現在的錢更薄 以前你有個1萬塊很好用 你現在帶1萬塊 你們三位專家出去看看 1萬塊馬上沒有了 1萬塊真的一下子就沒有了 沒有啊 你每次到那個什麼 知名的操場 超商 超市 你帶個1萬塊你去買買看 什麼都沒有了 買不到什麼東西啊 不過那時候賺錢 對他來講的話 只是一個數字 然後那個數字呢 其實是後來是交給媽媽了 媽媽怎麼樣幫他處理 他可能搞不好都不清楚 來 我們來看一下 西平他在這過程當中的話 所以賺錢很容易 剛剛幫他算了 鼎盛時期他一年搞不好收入的話 最起碼3600萬以上 來 當時的錢交給媽媽 交給媽媽以後他怎麼處理呢 媽媽後來把這筆錢 拿到海外去自產 投資了什麼 美國的高爾夫球場 球場啊 天啊 大陸河南的商業大樓 天啊 你跑去大陸河南 這是在1984年耶 這兩個投資你知道嗎 我知道在大陸有 然後在夏圖有 這我知道 只是中間的過程 就是怎麼樣去買那塊地 怎麼樣去蓋那個大樓 然後至於它蓋成什麼樣子 你根本都不知道 只知道說有有有這件事 你們現場有去看過嗎 後來去看啊 著實嚇了我好幾跳 為什麼 蓋這麼高 這麼大 很好啊 很好 問題是 最起碼有蓋起來吧 對啊 很多人海外自產的話 搞不好有沒有蓋房子 都不知道 那問題是你要知道 一個問題是說 你是把台灣的房子 全部都抵押 你拿去那邊蓋 那會不會台灣的負擔太多 年紀大了 媽媽年紀大了 那這樣子的 付這些貸款的利息 那時候大家應該有印象是12 我們說當年的利率 你覺得那個利率高不高 不是現在 現在銀卡借1000萬 你知道不了不起 1%多嗎 對 1萬多 2萬多 OK 你可以蓋 你都給銀行商量一下 你再給我閃研三年 你再給我研一下 以前多硬啊 你們後來去看了以後 所以你現在問我 我看啊 住了很多人啊 樓下也租給那麼多公司 租給那麼多那些 還有什麼中國建設銀行 什麼超商啊什麼 你的錢是去那邊蓋大樓 沒有 慢慢是說 我的錢有一部分樓去那邊 那一部分錢 河南這個是蓋大樓 對 商業大樓 不是三房兩位那種的 是大樓 是商業的大樓 對 然後出書給人家送租金這樣子 對 就是這樣 那不錯啊 那應該可以收回來啊 對啊 那我們想說 那你可不可以每個月 寄點錢回來啊 對啊 你們都說 快了快了 快回收了 快了快了 快到最後就沒消息了 那你每個月 銀行跟你開玩笑嗎 銀行不會跟你開玩笑的 你每個月時間到 你就是要力氣要給他的 人家會覺得 對不起 我錢還沒湊起 不可能啊 所以我那時候就這樣子啊 然後晚上做電台 然後賣可樂餅 可樂餅 可樂餅 然後我要去那個郊區 去主持節目 就是那個風景區啊 去主持節目 我就拼命在找錢啊 然後台北 台中 台北 台中這樣子啊 這個全部都是 登記在你名下 不是在我名下 然後貸款全部都是你名下嗎 全部都不是在我名下 那你就不要繳錢 那是爸爸的啊 這如果碰到親戚 他就很麻煩了 蔡律師 沒有錯啊... 其實我剛剛一路聽下來 但是我想說 應該用他的名字下去買 然後你付了貸款 然後你看 如果說河南這一間啊 河南這一間的話 1984年 他蓋了一個商業大樓 即便是2003年 2010年把它賣掉的話 基本上這一棟大樓的話 基本上應該也都賺錢 是啊 所以我們只是去擔心說 錢去了房子有沒有蓋起來 慶雪 那到底這個房子 登記是誰的名下 然後剛剛盛民又講 作秀的時候是什麼 是現金啊 那我們就把現金交給媽媽 那如果那個蓋房子 沒有登記在西平哥的名下的話 那到時候後來那個 西平哥的媽媽不姓往生了嘛 兄弟就跑出來了 那個是媽媽名下的啊 大家都有這個繼承權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記得說 那個登記的名義人是誰 這個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怎麼去證明說 那個是我出錢的啊 我們買房子啊 一定會有那個合約嘛 還有我們那個 最好不要用現金給的 我們要用匯款的 為什麼 因為銀行匯款才有個紀錄啊 過去就曾經發生過很多例子 有些人 尤其像以前買那個農地 我今天是金主啊 那我出錢買那個農地 要登記在治根農民下 後來我就說不對啊 我是屬於借名登記的契約 那法院說抱歉 請你拿出借名登記的合約出來 還有這個資金是你付出的那個憑證 所以我們兩個事情很重要 第一個是資金的證明 第二個是說你們之前 要有合約的證明 那我想西平哥跟媽媽不會簽合約 不可能 我拿給媽媽70萬 我說媽你寫個70萬收據 你今天收到我70萬 我不可能向我媽寫這個啊 那你又沒有證明說 那個錢是你出的 所以到時候會衍生出兄弟出來 增產的問題 那第三個部分我們要特別小心 就是說我們法律是這樣 兩親等 像我們跟父母就只有一親等 兩親等之間的買賣 他也把你當作是證語 那你今天如果說你證明是買賣的話 你一樣要我們提出那個資金往來證明 不然要小心這個部分會有證語稅 那常常我們買房子有時候 為什麼我們會想要把它弄成是那個買賣 就是要去避開那個證語稅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弄假成真 就是外觀上看起來好像就是買賣一樣 那你如果事後又沒有辦法提出一個 資金的往來證明的話 搞不好還會被人家查那個證語稅 然後房子又被兄弟 大家又分產爭走了 所以這個部分一定會引起很多的糾紛 要小心啊 齊平 你那個河南那個房子 後來的話怎麼處理啊 因為你本來是登記在爸爸名下嘛 給我一點 給我一下衛生紙 我好難過 爸爸名下後來那個房子怎麼處理呢 後來是被哥哥... 沒有... 我媽是心臟病突然猝死 對 然後房子產生是我媽的名字 對啊 就變成這樣 就變成這樣 然後他在管理 錢都他在修了 就是就變成這樣子啊 那你後來的那個呢 後來的遺產的話是交給誰了 沒有 我媽媽... 我媽媽沒有名稱 就是那個大陸那個房子啊 對啊 那個大陸房子 後來是被誰... 都沒有啊 就他在那邊管理而已嘛 就這樣而已啊 現在是媽媽在管理這樣子 沒有 媽媽走了啊 就是老大在那邊而已啊 那現在就是哥哥在管理囉 對啊 可是哥哥管理收到的錢的話 全部都是貴哥哥這樣子 不曉得 反正就你問什麼 就是不清楚就對了啦 反正你也不知道了 當時就很辛苦賺的錢的話 當時呢 其實被媽媽拿去了這個河南買 買房子以後呢 到現在為止 媽媽走了以後 那個房子的話 現在也不知道到底歸誰了這樣子 要看那個房子 就大家就是變成不聯絡啊 因為那個部分現在沒有 那有可能就變成他爸爸啊 沒有... 沒有 他爸爸跟三個兄弟軍分啊 他並沒有去辦理那個繼承的程序 所以變成那個名字 現在還掛在西平哥的媽媽的名下 對...還是有... 對啦 那但是那個法律上 會變成是你們兄弟之間 共同去繼承這個財產 對 那當然當初那個爸爸也有繼承到 可是他後來也變成往生了 所以現在應該是由那個 兄弟去繼承啦 對 你們要去釐清那個部分就是說 我剛剛說的啊 你要去提出證明說 當初是西平哥提供這個資金 我的錢是在掛那些利息 那些貸款 那些錢 我在掛這些東西 因為你們都沒有錢回來嘛 那房地產 你要到時候銀行是找我爸爸 並不是找你們嘛 那我爸爸有什麼能力 他已經80幾了啊 對 所以錢都是你在付這樣 我在付嗎 所以我才會整個很急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西平哥那時候 應該跟媽媽交代清楚說 這個錢是我交給你 去幫我買不動產的 那買回來不動產 應該是登記在西平哥的名下 根本就不會產生這些問題 1984年那時候 沒有在跟台灣人 台灣人都不可以買那邊的房子 所以有時候可能為了一些 其他的原因 搞不好都還用到了 人家的人頭戶 那個房子早晚搞不好也都不見 沒有錯... 而且終於這個事情 其實我們都不是很了解 因為我也沒有去河南 是他們回去探親 然後不曉得怎麼樣 怎麼突然就說 那邊有一塊地什麼 就不曉得怎麼突然 就變成這樣子的 對 那我們知道說 已經蓋成大樓了嘛 那只知道說 一直在台灣借錢 一直拿去大陸 一直在台灣借錢 一直拿去大陸 那我們只說 什麼時候會回收 都永遠沒有消息的嘛 那光復南路那個 也是唱歌一段時間 沒有... 那個是我唱歌的 第一、二年我就...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大約是在1985年的時候 光復南路那時候 買了一個公寓 那是大概幾坪啊 不到40坪 38點多 那時候的公共設施很少的 那時候買是... 三房兩位運 那時候是買200萬喔 好便宜喔 停車位30萬 停車位30萬而已 現在不止了 現在最起碼300萬吧 不要再說了 真的 你們今天在... 我覺得你們今天討論 直接起真的 我剛剛看到一些畫面 看到一些東西 我心裡很難受 真的很難受 那時候為什麼賣掉 為什麼會難受 因為你賺了... 那時候因為我也想幫我爸爸 處理一些 台中那些房地產的問題 對 所以我有一部分賣掉 也是這個原因 還有包括我賣掉了那個 美國的房子 我也是全部都在處理這個房 處理台中的那個 那個三個房子 我怕爸爸沒地方住 那個是他的 他的在那邊開醫院 開了四五十年 一輩子的回憶 那如果說 爸爸還沒走以前 然後讓他知道說 我沒地方住 然後我那麼老了 他的臉我相信 他沒辦法掛得住他的臉 所以我一直為了 守住那些房子我就覺得 我就不曉得我在做什麼 我就覺得我每天 就是陪著爸爸 就在做這個 我又不好意思跟爸講說 爸 我真的沒有辦法能力 付出這14萬9 我說我壓得好累啊 我又不敢跟他講 其實習明哥 你最主要問題是在於是說 你一直去處理那個貸款 可是那個名義 都不是在你的名下 結果債務你被弄出來 是變成大家的 那是爸爸的名字對不對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們不願意寄錢回來 你是不是早點跟我講 你就說你不寄錢回來 我是不是可以趕快把它處理 看怎麼樣賣掉 在爸爸的名下 之前就把它賣掉 我們先把銀行這1000多萬還掉吧 那你們不經過什麼 跟我畫大名 小四 快了 大哥馬上要寄錢回來 快了 快什麼 一個月過去14萬9 下一個月再過去 又是14萬9 那今天下了半年呢 他有沒有想到 我那個時候的演藝圈狀況 我並不是很OK 要不然我怎麼會去賣可麗餅呢 我又要照顧爸爸 我又怕爸爸突然有一天 我爸爸結果一天 突然在家裡昏倒 我真的嚇到 我才知道說 有一種疾病叫做心臟突然會沒電 要裝電池 然後我看到醫生在那邊急救我爸的時候 然後我在那邊簽那個 同意書的時候 你知道我在那個 容索的時候我多難過 我說我一個人 然後旁邊都沒有人 然後在那邊 醫生在那邊電擠說 你爸這個很危險 你還要送得快 你知道那種感覺 如果說我照顧不好 人家怎麼罵我 你看你把爸爸顧死去 你知道我這那種承受壓力 要負債 然後演藝事業又不是很順遂 然後又要顧爸爸 然後要顧爸爸的心情 因為爸爸常常跟你講說 他們為什麼這樣對我 我沒有被子彈打死 我從大陸過來 帶著你媽媽 帶著一個孩子過來 我沒有被子彈打死 我被你們這些不孝子打死 你知道那個 我每天聽這些 你知道我心裡是 而且你知道 我們是要歡樂的帶給大家 你自己都不快樂 我什麼上面是 其實很多人都在看演藝圈 很多人的話 其實站在演幕上面的話 他其實真的都把那個歡樂 帶給大家 可是他背負著 後面所背負著一些壓力 你們是看不到的 希平就是經歷過這樣子 家裡面的爸爸媽媽 都是你在照顧 然後銀行的貸款 全部都是靠你 還好手上當時有房子 這些房子的話 對於希平來講的話 也許他在低檔的位置買到了 但是他在高檔的位置賣掉 但是對他來講 都是人生成長的一個故事 未必是留下一個 美好的一個故事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整個的成長的一個過程 休息一下 再往後的一個後面 我們再好好的來幫大家好好來講一下 包含希平現在呢 現在很流行在海外自產 希平甚至還買在了泰國 而海外自產買在泰國 到底對還是不對 還有一個地方 還有哪裡 歐巴馬講說外星人的故鄉 叫新墨西哥州 連新墨西哥州他都買了 到底怎麼回事 休息一下廣告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看 希平的一個成長故事 歡迎收看 一會兒 我們下次見 囉